這名高雄的水電工覺得自己有夠倒楣 因為他到朋友家去修水電 結果不僅這樣四百塊錢的這種出廠費 算是友情價 結果沒有想到朋友隔天 卻反而控告他收費不合理 不僅到他的住處把四百塊錢討回來 甚至還反過來要求五千多塊錢的精神賠償 更誇張的是接下來拿到錢之後 還找這個器械來對他進行攻擊 而整個過程現在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原警貨報到達現場受傷的蔡新男子 頭、臉、手、滿失傷痕 坐在住家外面 動手攻擊他的李新男子 逃跑後不久也被警方找到帶回 原警詢問後才知道 兩個人是因為債務關係引發肢體衝突 原來被打受傷的蔡新男子是一名水電工 前一天他到李新男子的家中修水電 收了四百元 李新男子覺得收費不合理 隔天趁著酒後來到蔡新水電工住處 不但要求他退錢還索討五千元的精神賠償 蔡南為水電工 日前曾治李南家中檢修水電 並收取新台幣四百元費用 唯一李南事後覺得收費不合理 所以五月三日九後前往蔡南住處理論 雙方發生爭執 李新男子於是持氣械 供給水電工 還把五千四百元給拿走 事後警方將動手的李新男子逮捕 暫時保管這五千四百元 並將他依照殺人未遂 強盜罪移送地檢署 遭到檢邦生涯獲准 記者綜合報導 cert 記者維vo 記者維架 《狗酒鬼攂》 記者維架 記者綜合